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慧玲 新闻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消费强出口增 美国第三季经济成长2.8% 美国商务部周三报告指出 由于消费者支出强劲和出口激增 7月至9月 美国经济以每年2.8%的健康速度成长 维持对第三季成长的初步预期不变 国内生产毛额报告表示 美国经济体的持久性令人惊讶 过去9个季度中有8个季度的成长率超过2% 美国上周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进一步下降 美国劳工部周三表示 截至11月23日当周 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减少2000人 经季节性调整后为21万3000人 尽管就业人数反弹 但本月失业率可能保持不变甚至上升 另外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持续上升 这表明许多失业的人很难找到新的工作 这位联准会12月再次降息敞开了大门 高传染性百日咳病例 加州升至多年来最高水平 高度传染性和潜在危险的百日咳 今年在加州卷土重来 激增至自COVID-19大流行开始以来 从未见过的水平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 去年全年加州报告的百日咳病例不到300例 但截至今年9月底 加州已经出现了1744例病例 一岁以下 婴儿是百日咳风险最高的族群 免疫功能低或患有中度至重度气喘的人 也需要注意 UCLA警告学生注意校外公寓入室盗窃案 最近几天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移动校外公寓大楼 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后 分校警察局发出了犯罪警报 警报表示 在过去四天内 警方收到了三起入室盗窃案的报告 地点位于Superveda和National Boulevard附近的 一栋校外公寓大楼 调查结果显示 嫌疑人似乎是在居民不在家时 强行从建筑物的窗户进入的 警方提醒学生保持警惕 并报告可疑行动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 中奖 中奖